顺便啊,咱停一下,加速的还有一个特殊的语句,这个语句呢叫放音语句,也给大家顺便停一下 这个放音是什么呢?来,接着往这看 不是加速,加速中的什么?特有语句,是吧? 叫做放音语句 这个语句的格式是这样的,叫做放循环 基本上什么样啊? 叫做变量 变量,哪个叫做印? 放音语句跟什么呢?放音语句跟上对象 这个语句是用于对对象进行变利的语句 对对象进行变利的语句 我举个例子了啊 说老人,这都有啥呀,这个 我给他数以来,没力给他剪在碎上了 算了我们会有自信对象的方式来举这个问题 挖一个叫做素素 这个本来是什么样啊? 32啊,80啊,对吧,这个65啊,是吧 行了,来一个4,看着啊,不用写哇了哦 谁来谁啊,来个I,印啊,印,做空格,A12 我们打印一下,把这I打印一下 大家注意到这I到有十几,看着啊 刷新 是什么? 对,这个放音呢,变得一丸,它变得到全是脚标 那么如果你脚标的元素怎么办呀? A啊啊,左啊,I,一刷新 看起来了吧,对,这就是一种变的一方式 那有的这么说,老师,咱只要这么说的话 咱能不能变得点别的呀,是吧 嗯,都行,都行 说老师,让我准备变这个谁呢? 哎呀 我不这么办嘛,好吧 叫做,挖一个叫做Number of this 就等于Re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Number,这里边有什么字,好吧 这是对象吧 是吧,放一个什么样的 叫做A,是吧 别说A了,是吧 别说A了,是吧 来个叫做 X IN 来个谁 Number of this 来一个就是Preneurln,这里边来一个 说老师,我现在准备变了你的数字对象,他在说啥呀 这谁都不够了,刷新一下吧,是吧 这里边我们还是来个LN区分一下,是吧 H,R,OK 刷新 哦,原来这对象这么穷啊,这对象 是为啥 对象是够穷的了哈 按理说,变了一番以后呢 其实这个能变得到对象的什么 对象的一些属性 那,对象的一些成员 我这里边的没有体现出来 数字都不行 提到别人行不行呢 是吧 也跟他们说老师那干脆换成字符刷了 啊 对于这些已有长选项 到底能不能直接变利呢 刷新一下 大家会发现数不太高谱啊 这些对象就不需要你去直接变利了 那么什么地方可以直接变利呢 比如说我们有机会来个自定义的描述对象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完成变利了 而原理到底什么样的呢 不用着急 我们一会接着说 那